《南云中一》 五十六的得力助手 那么日本海军中将云南中一为何被为抗日名将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 这位南云中一是个什么样的将领 南云中一出生于日本山形县米泽市的姓夫丁 家中兄弟六人他排老二 后来南云中一的父亲把送到海军学校读书 在学校南云中各门客都很优秀 经常得到老师的夸奖 到了一九零八年 南云中一从学校毕业后 学校把他安排到日本海军实习班 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在军队中让南云中一学到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同时也提高了他不少海军方面的知识 后来又到鱼雷学校与海军炮术学校受训后 一回到部队就提升大卫 并担任驱逐舰如月号舰长 不久日本 为了培养更优秀的海军将领 把一批年轻点的军官派至欧洲与美国考察各国海军战术与装备 这一批就会南云中一 回国后的南云中一开始担任海军大学教管 1941年7月美宣布对日进行禁运 持有和各种武器的出售 所以军国主义任于美必有一战 因为他们准备先手下围墙偷袭珍珠港 而这一重要任务就交给当时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曲策划 虽然山本是战略决策者 但是作为一线指挥官的南云中一的表现 直接影响着战役的胜败 11月22日 云南中一指挥六艘航舰 战机共有441架 从日本本市出发 战斗打响时 是12月7日晚上 云南中一先后先动两次对珍珠港空袭战斗 共击沉包括8艘战舰在内的12艘战舰 超过300架的飞机被击毁或损坏 这一次偷袭战斗 可以说明日军是大获全胜 此役之后 也让美正式投入世界大战的战火 美日正式在 太平上展开战斗 日为了成为海上王者 决定让山本五十六主动出击 这次前线指挥者还是云南中一 可能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幸运 6月4日 南云中一带领第一航空舰队 发动108架战机攻击中途倒 而这一次美军早有防备 第一次空战云南中一毫无战果 紧接着发动第二次攻击 这次队手开始反击了 美其一号的飞机 摧毁了日赤城号和加赫号 美约克城号的飞机 摧毁了日苍龙号 接着美其一号与大黄峰号 出动数百架飞机反复进攻 终于摧毁赤城号 加赫号 苍龙号 飞龙号 弃得山本五十六 撤了他的职务 这次还站在云南中一手中 毁灭了四艘航空母舰 和上百名经验丰富的舰载机飞行员 从此 太平洋战争开始发生转折 因此 南云中一也得了一个抗日名将的声誉 在后来的圣克鲁斯之意后 南云中一被遣送回国 此时他的心情降落 最后他选 柴子自杀形势 结束自己一生 因此 南云中一死后 日军追尽为海军大将 曾有评论者言论 南云中一不是指挥大型航母编队的最佳人选 却是战争初期日本最重要的航母编队指挥官 这只能说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航母战斗群的日本联合舰队的悲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